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些事情就是读了以后特别好玩 就是里面有一个商鞅 商鞅 秦国的改革家 其实他在秦孝公时代的改革 是秦国走上繁荣富强的路 不叫繁荣富强 反正走上富强的路 然后实际上是魏秦国后来壮大 统一天下达到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是一个开端 那么他当时商鞅 但是司马迁是很不喜欢商鞅这个人的 因为大家知道最后司马迁他会有太史公岳 对不对 太史公岳的时候 司马迁对他的评价是讲这个人克伯扫恩 因为他是个法家克伯扫恩 是这么一个人 实际上是不喜欢这个人的 很明显是不喜欢这个人 但是司马迁对这样一个可能 基本上他并不喜欢的人 他实际上是有同情的了解的 而且能发现他确实有过人之处 他早先那个故事非常生动 也就是那个故事是什么呢 讲这个商鞅 早先商鞅是魏国人 商鞅是魏国人 他原来是姓公孙氏的 公孙鞅 少号行民之学 然后他当时跟这个魏国的相国 魏相 跟这个魏相 这个魏相叫什么呢 这个魏相叫做公书座 就是那个座位的座 跟公书座在他门下 公书座是魏相了 他了解商鞅很贤能 但是他很年轻 还没有来得及提拔他 这个公书座就生病了 古人出现这个病 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事情 不是一般的生病 那是比较重病 重病的魏惠王 就是那个梁惠王 魏惠王就去问他病 问疾 问病 问病比较严重 他说你这个病 如不可会 如不可会 当然就是说 如果 我不好讲了 就是说 此次万一你不行了 怎么办 将奈社稷和天下怎么办 公书座说 我这里有一个叫公书座 年纪虽然小 但是有奇才 愿往举国而听之 实际上就是 推荐这个公书座 你以后都交给他 魏惠王一听以后 不想 不接茶 不接茶 魏惠王看完病 他没答应 然后要走了 要走的时候 公书座就拉住他 而且让边上的人都走开 给他说悄悄话 他说 如果你不听我的话 不用公书座的话 要把他杀掉 要杀了他 不要让他出境 魏惠王听了以后就答应了 说好 我就找你来办 他走完之后 公书座很有意思 就把商鸯找来了 就把公书座找来了 就把这个事情讲给他听 是怎么回事 这个你看这老监制 跟他讲给他听 他说 他说 王呢 我推荐你 但是呢 王呢 王色不许我 他就是他表现出来 他不答应 所以不许我 我要怎么做 我要先君后臣 所以我已经跟他讲了 如果他不用你 我就建议他把你杀掉 这是先君 但是后臣呢 我现在告诉你 所以这个王已经答应我了 现在我考虑到你 你赶快逃吧 你赶快逃 叫做商鸯逃 那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这个央旧曰 彼王不能用君之言认成 你不能用你的话来把纸锅交给我 为于我重任 又安能用君之言杀成乎 说不去 他不走 他有什么好走的 他不听你的话 重用我 也不会听你的话杀了我的 用不着的 所以 果然 魏惠王走了以后 就跟左右讲 他这个公书座实在是生病 病得太重了 他说这个人背乎 御令寡人以国 听公孙秧也 岂不备哉 老糊涂生病到这个程度 他说我把整个国家叫为公孙秧 讲得糊涂蛋了 老糊涂了 就骂他 根本不听 这个里面当然是一个 这个事情 我特别关注就是说 我一直讲 早期史书里面特别是这些方面 就这个事情是真的 应该是真的事情 但是它不是虚构出来 那很可能是真的一件事情 那真的事情里面实际上是 看到这个人情 就用这么一个故事 看到就多种多样的人的性格 魏惠王的一种性格 这个公孙座的这种老官场上混的人的性格 那个公孙秧这样一个年轻的 非常有能力 而且非常通透人情 非常了解这个人心的这样的一个人形象 所以这个地方实际上 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 公孙秧实际上是一个正面的 他一开篇的时候 给你一个公孙秧是很正面的形象 所以他很有意思 就是他一个转 他即使是不喜欢的人物 但这个人物其实可能是 可能他还是会把它很好的方面 他的多面性会展示出来 这是一个能干的人 他当然后面写的有很多很生动的地方 所以我想就是说 他对人的这种理解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如果一般的时候 你只看到这是一个好人 只看到这是个坏人 那这个可能就是 不可能有这样的一种 对人物不会有那样的把握 那么除此之外 就是说我觉得他特别用 写人物他有一些特别的方式 这些特别的方式 其实是非常重要 那个 比如说他会用一些 他用一些典型的情节来写人 典型的情节来写人 这个是非常生动的 非常生动的 比如说他里边 他会写到这个语言 他写到人的语言 这个最有名的 我想你们可能也知道的 就是他当时这个秦汉之记是一个天下大乱的这个时代 那他举了三个人的事情 举了三个人 记了三个人的话 都是后来这个翻天覆地的人物 就一个是陈舍 陈舍就是那个话 就是错根之龙煞 有个人讲 狗父为无相忘 然后人家说你算什么东西 他说厌缺安置 洪湖之自哉 他实际上就是说 当然说有这样一个前提 所以他最后才会讲王侯将相宁有总夫 对不对 他说我也可以干 像孙悟空讲这个皇帝老二轮着坐 明天就轮到我了 所以他有这个话就可以看到 他是这样一种特性 那项羽的那个话 也都知道 他看到那个这个项羽 项羽这个人 他一开始大家 项羽本质你们都很大概都还了解吧 他一开始的情况 那后来他看到这个秦始皇当时游会计渡浙江 那个当时这个项羽就去看了 看了以后就讲这个跟他的叔父 项羽一起看了 他叫项羽嘛 项羽跟项羽一起看了 他说彼可取而代也 彼可取而代也 这个也是 然后项羽一听 赶快就把他的嘴捂住了 演其口 勿妄言足矣 这个要全家这个门抄斩 那么项羽其实大家知道 就是他实际上是家仇国恨 他是有家仇的 因为他项羽是楚人 他的家族力很多 就是跟秦军当时统一的时候被 统一中国的战争 就是秦楚战争的时候被杀的 所以他是非常的 楚遂三户亡情必楚 这样他是有家仇国恨的 是这样的 他说彼可取而代也 然后到了刘邦 刘邦看了以后 是那句话 街户大丈夫当如事业 大丈夫当如事业 这几个人 这三个人气势都不小 气象都不小 都有很大的雄心也好 野心也好 但是这个语气里面还是不一样的 语气不一样的 项羽其实很重要一点 我来看这个实际 你可以看 其实项羽和刘邦这两个人对比 来看 很重要一点 项羽是个贵族 刘邦是个平民 这两个人是非常不一样的 之所以能够成功 这两个人换一个位置的话 是不可想象的 换一个位置不可能想象 项羽这个人 如果是处于弱势的话 他绝对不可能取天下 但是刘邦处于弱势就可能 就是说得不好听 刘邦其实跟项羽打仗 就是死缠烂打 对不对 就是那个时候威丁顿勋杰 跟拿破仑打仗的那个方式 屡战屡败 屡败屡败 最后把你给干掉了 最后把你干掉了 所以他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他鼻壳取而代言 然后还有一个大丈夫当如是 大丈夫当如是多少有一点 当然气魄也不小 但是多少有一点 有一点仰望的这种口气 真正一个英雄就应该是这样 这样才是个真英雄 但他的这个项羽 这有什么了不起 我可以取而代之 所以这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用语言 然后还有很多就是说 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说他用一些 用一些这个意识 这个意识我想强调的就是说 它不一定是虚构的 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 就是中国的史书里面 中国的文学传统里面 一直到后来所谓的智怪 到后来的传奇 这里面到底有多少 中国人这个虚构的意识 到底就是一个故事是创造出来的 我虚构这样一个故事 这个到底有多少 他后来很多智怪 包括到传奇 他都还说这个是个真的事情 他都要讲真 都要强调这个是真的事情 所以离奇的事情他也要跟他讲 我是听谁讲的 他是亲眼所见的 他还是这样的 但是不是说因为他有真实 所以这个就不够文学 就没有文学性 其实不是这样的 所以他用了一些这个意识来表现 表现就是说司马迁的史记里面 那些意识可能都真实 但这些事情出来以后 其实放在他的史书里面 对表现这个人物 其实是非常的精彩的 非常精彩的 就有和没有这些是完全不同的 你比如说 可以举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 比如说连波 那个连波那个事情 连波当时这个 连波令相如列传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他当时就记了一个事情 说什么呢 讲连波当时这个被免官 被免职了 免职了 就是那个长平之战 长平之战 后来这个赵国中了这个秦国的反监纪 反监纪就把连波给撤回来了 然后派那个赵过去 然后结果就是打败了长平之战 他回来之后呢 就是失事了 他失事之时 顾客进去 门下的这些客人都跑光了 那接服用为将 他后来又重新用他做将了 客又复制 那些门客又来了 门客又到那里 这个连波越 客退矣 大家就不高兴了 连波这个人是比较 你们走吧 你们怎么回事 怎么这样子 客就跟他讲了 他说 君和见之完也 天下以世道交 上次讲战国策的时候讲到过 天下是什么 以世道交 这是做交易嘛 就是世界上都是做交易嘛 这个君有事 你有什么 你有事理 就跟那个 谁啊 这个抒情的嫂子讲的那个话 你现在有位置 有权位 有钱 我当然就匍匐在立 目不斜视 他说你现在有事了 君有事我则从君 君无事则去 此顾其理也 这个是当然的道理 顾其理也 这个有何怨乎 那个客也很有意思 你说 讲上你走吧走吧 那个客跟他讲 天下就是这样的 就是世道交代 你有事 我们就跟着你 你没事我们就走了 你失事了 我们就走了 天下道理本来就是这样 你有什么好怨恨我们的 就这么讲 所以这个事情一看 就可以看到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这种同时你反衬出来 其实连波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个人还是比较端直的一个人 比较端直的一个人 所以很多这样的故事 比如说这个像他写那个韩信 韩信也是那个《环音和列传》也是写得非常好的 他写得非常好 实际上他有很多细节也是通 也都是通过这种怎么讲 就通过这个细节来写出这个人物的 特别比如韩信 韩信这个人身材高大 这个是非常那个的 但是大家知道早先他什么都干不了 结果那个嫖母接近他 他才那个 结果后来那个当时一个怀音一个屠户 这个屠宗少年 就侮辱他 就叫他叫胯下自主 那个当时怎么写的 他说他当时讲 若虽长大 浩带刀剑 钟情雀儿 那个家伙就拦着他 就跟他这样讲 然后就跟他讲 就是说信能死 赐我不能死 出我胯下 你要不就跟我拼命 把我刺死 要不就从我胯下爬过去 韩信他 史玛千怎么写 这样 信孰似之 孰似之 孰似之 就是说 端详了他一会儿 端详了他一会儿 然后就俯出胯下 匍匐 就过去了 一世人揭笑信 以为却 就以为韩信的人很雀怒 就都笑了 但是 当然后来就完全不是这样 对不对 他为什么 因为所挟持大 这个 因为韩信也有很大的雄心的 有很大的志向 他不愿意在这个事情上跟你纠缠 所以小事情上 辱就辱了 受辱就受辱了 无所谓 所以他完全没有那个 那怎么看出来呢 就是司马迁在最后太史公岳 最后他讲 他说我道 武如淮因 我到淮因去 淮因人未于言 韩信虽为不一时 其智与众义 他的志向就和别人不一样 其母死贫无以仗 他母亲死了 没钱 没办法下仗 然乃行影高场地 他找了很高的地 为他母亲找墓地 是开阔高的地 高处 很开阔的地方 另其旁可置万家 很开阔 可以有很多 到时候可以有人 怎么讲 就是守灵的守墓的房子 起码是炒炉 可以安置 然后司马迁说 当地人跟他这么讲 然后他就去看了 于士气母种良然 他说我就去看他的母亲 果然是如此 果然是如此 那这个事情都是他年轻时候的事情 那两件事情放在一起 那个是开篇就讲 这个是到最后才讲 那这两件事情 你放在一起的时候就可以看到 韩信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实际上是 他不是那时候真的胆小 或者那时候是他的落魄 他真的就是有其自于众意 那时候就有很大的雄心 只是这个世界上 不愿意纠缠而已 那因为为什么 他那时候什么都没有 这个母亲钱都没有 根本想不到下仗的地方 对不对 然后他找了一个很开阔的地方 这个料定自己是要发达的 这样的情况 然后还有很多这样的故事 还有一个就是说 《史记》里面特别有意思 就是说除了写这些意思 还特别讲一个就是对比 他有很多地方用对比的方式来写 对比的方式 比如说张良和陈平 是刘邦手下两个非常重要的谋臣 这两个人是非常不一样的 但是这两个人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张良可以讲是一个贵族 他是韩国的公子 陈平是一个平民 所以这两个人都有大志 都有大志 而且都各有特点 都有特点 张良因为他有这个可以讲是家仇国恨 他要报仇 所以一开始就是行刺秦始皇 那个事情大家都知道 行刺秦始皇 所以他是这样的人 那么张良就是那个《史记》里面记得他一个故事 这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他经过一个桥碰到一个老人 老人把那个鞋子一踢到那个桥下 他说你给我捡上来 张良就把他捡上来了 捡上来以后他说你还不错 过两天哪天晚上 哪天早晨什么时候 我们约了什么时候见面 几次张良都晚到 结果到最后几次到半夜 张良很早赶去 才赢到那个老人 那个老人然后就给他一卷冰书 说你好好读读 如何如何 那个呢 其实是后来这个谁 就是那个 那个 那个 苏氏就是苏东坡写过一篇文章《刘侯论》 就是讲他这个能 能忍 用这个来说他能忍 能忍而能够成大事 苏氏的刘侯论讲 古之所谓豪杰之适者 必有过人之劫 人情有所不能忍者 能够他忍住人情不能忍 披肤贱乳 如果有侮辱 披肤贱乳 拔贱而起挺身而斗 这种呢 此不住为勇也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韩信也是个勇者 就是因为他 当然这个侮辱到眼前的时候 他不是马上就跳起来拔贱而斗 他能够忍住 天下有大勇者 是突然灵之而不轻 无故家之而不怒 使其所挟持者甚大 而其志甚远也 他的志向非常的远大 所以这个 韩信也好 或者是张良也好 其实都是这样的 都可以讲是这样的特点 张良当然还有很多这样的故事 也非常有意思 陈平是一个平民 是一个出生平民 家里很穷 就是农家 但是他也有大字 《史记》里面也经常用 司马迁也经常用这些故事来写他 说那个故事 其实非常有意思 一个故事就是说 他有一次他们乡里面进行祭祀 祭祀以后他来分肉 那个肉祭肉 来分 分完之后就是分肉食圣君 他分得很好 然后父老就说了 讲说很好 这个陈如子之为宰 这个 你这个陈家的这个小子做得不错 陈平就说了 我皆父史平得宰天下 亦如似肉矣 如果让我宰割天下 宰治天下 就是安排天下 跟这个分肉差不多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那个的人 然后这个人知道 他这个陈平也是身材很高大 这个相貌很好 这个为人 他说为人长大美色 又长得高大又漂亮 但是别人都是靠他的这个哥哥 帮助他 养着他 他人长得很高大 所以人家就讲 再问他 就说你这么穷 你吃什么东西长得这么肥大 他嫂子 他那个叔叔老婆 那个嫂子就觉得很不喜欢他 就跟他讲 他也就是吃点糠 也就是蛇糠 没有什么了不起 他说有树如此不如无有 他说有小树子这个样子 不如没有这个小树子 他哥哥听说了以后 就把他老婆给修了 所以他老婆 他哥哥非常看重他的 那后来他长大了 长大了要讨老婆了 讨老婆 但是有钱人都不肯 觉得这个人 这个突然长了一副好项目 又不试实业 家产也不做实实在在的 不试生产 然后呢 这个就是又很穷 那这个有什么用呢 然后这个 如果穷人呢 要跟他攀亲呢 这个平以此之 他也觉得太穷了 怎么能 我怎么不能吃你啊 所以高不成低不久 很麻烦 结果后来有个什么呢 说这个林里面 有一个人姓张的 叫张富 富就是正富的富 这个人很有意思 他有一个孙女 这个嫁了人五次 这个老公都死了 客服呢 这个所以呢 人莫敢取 人都不敢取 这个陈平呢 觉得好 要取他 这个平以得志 这个时候呢 这个别人说这个都不行的 结果后来这个张富也是很厉害 这个人很厉害 他就后来呢 有一次就跟着这个陈平回家 你在办伤事的时候 陈平帮人去办伤事 这个游手好闲 就乡里面这种就是小游民流氓 这种人 他办伤事 他就跟着走 跟着走回到他那里 跟到他回到家 看他那个家里面是一个穷街露巷 很破的房子 很破的街道 用一个臂席 一个破席子当门 什么都很穷 但是呢 门外多有长者车 长者车 就是有长者的车车 过去大家知道是泥地 很多都是泥地 那个泥地的车子走压过以后 重的车车都会流着 他一看 那个都是很破 但是门口有很多车车印 他说他来往交接的人 都是有点身份 有点那个的 所以他就说 他一定就把那个回去 就跟他儿子讲 因为那是他孙女 就跟他儿子讲 他说无欲于女孙于陈平 他说我要把这个孙女 嫁给这个陈平 他说他儿子就想了 他说这个人 大家都笑他 又穷又好吃懒做 那干嘛 他说 人故有好美如陈平 而常贫贱者乎 他这么一个人 怎么会 就是看中他以后 有上升空间 就是这么一个 然后就给他 然后结果他聘礼都出不起 聘礼出不起 这个丈夫就把钱给他 让他聘礼也赔上了 所以所有的都给他 而且特别是跟他这个孙女讲 不要勿以贫固 世人不紧 你不要看他穷 对他不好 你还是要好好服侍他 所以他娶了这个张氏女之后 钱多了 因为他那个是富人 钱多了 然后就是更加郊游更广 各方面就发展 是这么一个人 然后你看他这个是个奇人 这些故事你可以看到 但是这个人终究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平民 他平民表现在什么地方 就是有些你可以看 平民和贵族差别在什么地方 就是贵族有些事他是不会做的 因为身份高的人 他经常是说有些事我不能做 但是身份低的人 就是无不可为 什么都可以做 所以这点是他厉害 那么陈平一开始也是在项羽手下做官的 后来他要离开项羽 离开项羽去投奔 准备离开 准备到汉王那里去 准备到刘邦那里去 走到那个路上 渡河 坐船 碰到船 那个是一个 是算是浪丽白跳张顺之类的角色 一看他呢 长得这个 船人见其美丈夫 他形容很好 美丈夫独行 以其王将 怀疑他是逃亡的将领 就是有身份的人 不是一般的人 妖宗当有金玉宝器 就想他这个肯定有宝贝 身上肯定有 木枝玉沙瓶 总是看他 因为不自觉的看看他 要杀他 凭孔 陈平也很恐慌 坐在船上很恐慌 他怎么办 后来也想 解一 裸 他就是说把衣服都解开来 把衣服都脱掉 就是赤膊 赤膊 然后他说我帮你划船 我帮你撑船 然后船人一看 你衣服脱下来 没有什么金银财宝 就没有杀他 就没有杀他放过去 像这种东西 这种极致 其实真的就是 怎么讲 这种智慧 我想就是陈平这样的人 你很难想象 张良慧这样 所以有很多这种对比